Hello. Before the talk starts, we just have a small reminder The talk will be conducted in Cantonese, so if you want a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you can pick up the SI machine at the reception counter 歡迎大家來到這個榮大師攝影獎莫須有展覽的講座系列 今天我們很高興請到舊金山中華文化基金會藝術總監陳昌 女士跟我們主講《爭議中的視點,動盪時代的影像結構》 我們榮大師攝影獎希望透過這個攝影可以推動社會對社會議題的關注和促進討論 亦希望能夠提高社會對社會議題的認識 我已經不阻礙大家太多時間了,我將時間交給陳小姐 謝謝你 很開心見到很多新的朋友,有幾位舊的朋友都來到現場 因為人不多,所以我很想做一個很快的檢查 我想問一下在座有沒有哪位自稱為女權主義者 有哪位,兩位,三位,OK 看清楚,三位都是女性 OK 第二個問題就是 不知道哪位會支持在公車上的性騷擾呢? 我想看看有沒有人支持 在公車上對於女性也好,對於男性也好的性騷擾呢? 沒有,OK 如果你說沒有的話,可能政府就會認為你就是一個女權主義者 OK 我自己從來都沒有用廣東話做過這樣的講座 我今次都想挑戰一下自己 因為其實動蕩時代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動蕩時代的發生地點和發生時間 而藝術的創作是要跟這些時間和地點有深切的關係 我今次既然是在香港做這個講座 我覺得我是應該用廣東話來做的 我們今天這個議題,就是動蕩時代的製造影像 其實我是沒有答案和沒有結論的 我希望我可以盡量比較快地講完我這個講座 最重要是和大家是有些交流的 動蕩時代其實我覺得差不多每一個時代每一個地方都在進行中的 香港如此大陸如此美國都是這樣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一個新的generation 新一代和新一個浪潮 是關於對於影像製造 對於這個時代的一個反映 在動蕩的年代我不期望藝術可以去改變世界 但是我相信藝術尤其是影像製作 是可以重新想像另外一種可能的有效方法 而我今天要談的這個議題 就會用中國的女權作為一個辭入點 其實有很多議題都可以談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比較近期的 很迫切的一個問題 有沒有人見過任何這些相片 其實都是從網絡上下載下來的 很簡單介紹一下 這幾年有一班年輕人的朋友 在中國大陸他們會做一些 稱為行為藝術的活動 比如說有一個叫做大血婚紗抗家暴 愛不是暴力的藉口 第二個叫做光頭女閃盲教育部 因為當時教育部有一個準則 就是女性的分數在某些科目一定要高於男性 他才可以考進去這個科目 他們就抗議這件事情 還有一個是佔領廣州的男廁所 因為女廁所和男廁所的面積是一模一樣的 很多女性經常在外面等很久 他們就做這個行為 他們叫做行為藝術 就是要求女性廁所的比例要加大 而這幾位在進行行為藝術的朋友 前一段時間被逮捕 最近後來被釋放 例如說 他為什麼在中國沒有叫抗議而叫行為藝術呢 其實只是這件事 我都可以去做一個博士論文 但是簡單來說 叫它為行為藝術就不是一個抗議 抗議在中國大陸是非常敏感的 但是稱為行為藝術的話 反而是有了一個空間 不單止他們可以進一步 而政府又可以 一些藝術的藝術 就給了一個空間 所以以藝術的名義去開拓出一個這樣的領域 我覺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而我的看法就是 無論他是自主地處置自己的身體去進行抗議 又或者他是針對這個議題 這些東西都是可以彼此獨立的 或者讓他們結合在一起 特別是運用社交網絡和拍照的方式 我覺得在當下各種政府的高度管制下 可以將這個聲音發出來已經是很難得 而持續地發聲 我覺得是很可貴 令我很敬佩 其實他們的行動就是抗議 但是在中國 抗議會被拘捕 所以很多時候 行動派 他們叫做女權行動派 是用這個方法 將這個訴求表達出來 我就覺得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但如果在座的各位 很多都是做藝術的話 你看到這些影像的時候 你不會認為它是影像製作 你可能認為就是一個拍照的行為 如果你問我 他們是不是有藝術的意義的話 我自己都會很謹慎 雖然我覺得他們勇敢、幽默、溫和 但是我不會說這個是影像製造的方式 但是我今天會用一個比較長篇幅的 做一個案例的分析 叫做戰嶺上海地鐵 Occupy Shanghai Subway 這個我覺得在這麼多的行動裡面 是將藝術家、藝術作品、行動派、女權的訴求 以及當時的社會熱點結核的最好的一個 我會就這個作品進行一個詳細的分析 在未有任何背景的資料介紹給大家之前 我想問一下 你們看這個影像製作 現場有沒有任何解讀 有哪一件事是立刻令你留意到的 有沒有任何的 成績永遠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反應 I'll wait for 10 seconds 10秒鐘的沉默 我會說給這幾個藝術家 這個作品 再多看一次 紅色衣服的身上 是帶了一個根屬的胸爪 如果你再近一點 這個作品其實在2010年 兩年早於戰領上海地鐵發生的兩年 他最早的發生是源於自身體驗 他每一次去上海地鐵 他都發覺這是一個令他有擔憂的方式 他不知道那一天他會不會受到性騷擾 他當時做這個 是專門拿了一些家居的器皿 是在廚房裏面 有些是做蛋糕的 有些是茶的過濾器 他反覆測試 這個真的可以帶到身上去 他當時做這件事 是在一個非常封閉 很安全的空間 展示了幾次 因為我的身份是拆展人 所以我第一次看到這個作品的時候 我當時的印象非常深刻 我當時邀請他參加我的一個展覽 這是比較近一點的 當時他做完這個作品的時候 其實高齡是一個很幽默 很喜歡玩 他的作品經常是由來於藝術創造、影像設計、影像製造 以及隔居設計之間 所以他當時邀請了一群朋友 在夜深人靜的時候 進到地鐵 差不多最後那幾班地鐵裡沒有人 他們一群人去玩 在地鐵裡 嘗試各種各樣的情景 拍了一輯照 每一次 當時去做這個展示的時候 這批照和實物是一起展示的 這是我們當時在上海做展覽的時候 剛好他的空間有一個三角形 做了一個展示的方式 這個展覽的時候 我想這次講一下 它是2011年 我和美國的University of Michigan 上海的福旦大學 還有福特基金會 他們當時在上海做一個 全球女性視覺在現的研討會 我受邀做他們這個研討會的展覽 當我做這個展覽的時候 網上可能已經有很多的報導 大家都可以藉著去找 但我知道高寧的作品是非常之重要 但我不知道後來 他的作品是引發了一場怎樣的運動 而在這個展覽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拆展方向就是 我知道這個展覽是關於性自由和性平等的展覽 而這個展覽裡面 我們是有女性的藝術家 也有很多男性藝術家 有各種性取向的藝術家 進行他們的視覺上的表達 而很多都是影像製作 但與其他我做的所有展覽不同 就是在這個展覽之中 我邀請了中國草根的非政府機構 即是NGO 所有這些NGO都是所謂地下的NGO 因為他們是沒有辦法拿到牌照的 其中一個是中國性工作者聯盟 有一個是上海裡外 還有一個是上海外伯 當時我覺得在中國現在運行的NGO 他們很多時候是朝生暮死 因為他們沒有政府的牌照 他們不可以公開進行籌款 而且他們做的事是很敏感和邊緣的 他們可能今天還有這個機構 過幾天可能有些人去做其他事情 我覺得是一種常態 他們的不穩定是一種常態 而在生存的過程之中 他們是要非常有創意 他們才可以生存 以及將他們的訴求表達 這就是其中一個機構 叫上海裡外 他們是一個支持LALA 即是LESBIAN 以及女權 後來加上了GBTQ 即是Gay 同性戀的男士 雙性戀 以及變性和跨性別 還有就是QUEER 即是酷義 將前面那幾種在性方面 有不同於所謂社會常規的社群 他們是一個這樣的機構 當時上海裡外就做上海裡外的事情 高齡就做高齡的事情 但當時在一個展場發生的時候 他們結識了彼此 知道彼此的存在 但是呢 展覽是在2011年的11月發生 一直延續到2012年的2月 6月份 我就受邀去到上海的外灘美術館 做Women 即是我們展覽的 有一個紀錄片的手影 剛好我一到 我還沒到上海之前 這件事是6月20日 我大概是6月18日左右 我到達上海 之後 上海地鐵的二運 就出了這個官方的微博 你如果現在去上 這個新浪的微博 你還是可以看到這個 這條微博的 它是拍了一個女生 我們可能不是那麼清晰 但是 你上去看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個女生的背面 它是穿著一件半透明的裙 就說 女生穿成這樣 就是你不被騷擾才期 女生請自重 將這個性騷擾的行為 完全放… 這個責任推到被騷擾者 即是被受害者的身上 當時我看了這個二運 而且已經有很多網上罵她 我當時身體內 就在想 要怎樣才令她們的地鐵道歉 我到了上海沒多久 上海外的組織者 她的網名叫上喜 她就叫我 她說 我們在上海 一定要為這件事做出回應 我說 你回應吧 我支持 但她說 我們需要去找高齡 我們需要她的作品 我叫了高齡 高齡當時不在上海 她在南京還是怎樣 她馬上趕回來 我參加了第一場會議 第一場會議是很簡單的 當時沒有任何解決方案 只是說 我們要抗議 怎樣抗議呢 要穿著那個空罩 還要穿著一個 好像一件 鞋子的衣服 我們怎樣去抗議 因為我當時 我只是去參加了一下 我還不知道有別的事 後來 他們其實是 有些很有智慧的方法 來表達這個訴求 就是這個 剛才我問到大家 有哪幾樣是令你們覺得 是stand out 我嘗試用我的方法去解讀一下 第一他們的穿衣服 穿衣服 他們是蒙著臉 所以我們不知道他們是誰 我認為是在中國做草根NGO抗議 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式 就是要保護這些參與者 蒙著臉後 其中一個是穿著高齡的金屬空罩 即時 我覺得馬上 就會將這個視覺 推去另外一個高度 還有它增加了 灰鞋 幽默 和隨意的一面 非常日常的一面 而那兩個iPad 其實是非常 我認為是一個很關鍵的策略 因為在中國 你如果去舉牌 你做一個舉牌 你便會被拘捕 你在任何時候 任何地點 你是不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和行為 但是 沒有人說你不可以戴著iPad 他們在iPad 之前那天 他們專門下載了一些APP 是專門做標語的APP 而且它會flicker 一陣線 一陣會暗 隨時進入地鐵 明一陣 暗一陣 所以這兩個 就變成了一個很重要的 我覺得是策略方面的處理 還有那個口號 又非常清新 還有搞笑 要清涼 不要適郎 Is a dress Not a yes 還有 我可以鬧 你不可以 這個slogan 我可以鬧 你不可以 在各種各種各樣的 不單止是女權的議題上 而且是在很多NGO的工作方式上 都有了很大的使用範圍 在這個作品之中 我覺得 藝術家原本的創作 被行動派激活 而行動派又因為藝術家的視覺語言 把他們的訴求變得很新鮮 兩者成就了彼此 我覺得它的意義是非凡的 影像製造 其實對我來說是一種語言 就好像一個外國人 他跟中國人說話 他學幾句簡單的用語 他用身體的一些肢體的表達 他說一些簡單的意思 應該不是很大的問題 但如果我們從影像製造 語言的角度 這個表達是否清晰 是否生動 是否有力 有創意 以及被人想像的空間 我覺得是很遠 而我想很多行動派 其實是沒有把自己認為是一個藝術家 或者要求有藝術家的稱號 行動始終是一個行動 而藝術也是一個藝術的創作 我覺得社會行動和藝術 的確是有交叉的地方 但目前很多的發生不是一體的 而偶爾如果是有一體的時候 他一定是需要這種很自然的 比較有機的 而非強加式的 做不是虛偽 不是假裝那種 而如果行動派是有意去要求 藝術家按照他們的訴求 去做一些作品的時候 這個時候其實我覺得是有點危險的 無論是藝術家也好 或者是社會運動的工作者 唱賭者也好 都是要注意的 如果不是我覺得藝術家很充其量 就是一個御用的文人 或者形象代言人 他變成了一個宣傳工具 而這樣我覺得從某種程度上 也會減低社會行動的公信力 因為這樣從最基本的方式 他是不尊重藝術家的那種 嚴肅性和獨立自主的表達方式 但是另外一件事我想說 其實是發生很多的 就是藝術家很多時候 會通過一種自我的標榜 或者正義 來等同他作品的正義和政治 而作品就會獻得很深 其實無論在東方或西方 這也是一張很好用的牌 我自己對於這種作品 我其實是很警惕的 有時候藝術家的暴露都很徹底 有時候他隱藏都很深 所以我覺得當我們看作品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結合自己的親身經驗 還有對藝術的創作 是要有一些了解 有時候你可以去辨別 哪一種是真正的聲音的發出來 又或者哪些是難如充數 因為很多時候這些創作 他不單止沒有收到 令到一些群體或者訴求 得到應有的尊重 反而他會加深了 或者肯定了外界 對於他的黑板那種認識 這個我不講了 講起來太長篇了 簡單地講一句 我覺得當我講到動盪時代的影像製造 他發生的時候 發生的地點是非常之重要 他在公共空間中產生 比他在畫廊 比他在美術館 那裡的發生都會重要 而公共空間 就不會等同於 而且有時候不是說 你在公共空間發生了 他就是有了 所謂公共空間的效應 參與者一定要非常之有意識 在那裡把想法和思潮 注射進去的時候 他才有意義 另外一件事就是 Local to Global 本地和世界的結合 我非常之注重於藝術家 他們的創作 是來自於他們的生活本身 對於他們所處的環境的一種思考 美國西方有一個理論家 叫Lucy Lapard 他曾經說過 每一個人 包括藝術家在內 都應該就他們當地所發生的一切 擔起責任 只要他是住在那裡 他都應該對這個地方負有責任 而只有你是對於當地有所了解的時候 那個時候才是你可以去與世界和全球作為一個連接的時候 所以當我們將影像製作和眼前的東當年代交織一起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藝術家正在意識到 他們是可以創作另一類的視野 是提供某種… 怎麼說呢? 提供某種… 我不知道用一個怎樣的詞更好 或者是一種救贖 或者是一種修復性的工具 而將… 用這種方法是試入我們這個世界很多的這些裂縫之間 雖然他表面上看上去是堅不可摧 你無法改變 但他始終是有些立的 你可以放進去 而這個時候 他可以引發一些集體想像的可能 我覺得這是我們現在整個社會或者世界都在面對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缺乏一種集體的想像 那… 我的… 講座就到這裡 我都很想聽一下各位有什麼想法 你們用一個星期六的下午來聽一個陌生人 來自舊根山的陌生人來說 可能對於你們都是一個陌生的話題 所以我都很想聽一下你們有什麼想法 或者我們用這個機會做一個交流 沒有結論和沒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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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靜靜 我想北京那時候做這個講作是靜靜一片 廣州就很熱火朝天 蛤? 我覺得… 經常人都會問我… 在座有哪位拍照? 拍照? OK Pretty much everyone, right? 有手機現在都會拍照 但是… 有哪些是認為自己有做這個影像製造的工作呢? OK, done I'd like to hear from you I'd like to hear from you guys What do you think? 即…想… 聽你們怎麼看這個 其實… 另外一個就是… 參與這個… Wing Foundation的這個活動 和做他的評審呢 我自己其實都是很小心 這兩者之間的關係 因為你很明顯是有一個社會議題在這裡擺著 而你要求… H家在這裡做出這個反應的時候 那時候呢 那個… 那個… 其實是不容易做到的 所以… 我是想… 會想聽一下 在座有什麼想法 很難… 我不知道怎樣… 給大家一些刺夜店去說 我…我不知道怎樣…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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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在意义的,这个社会的政治性,这个艺术,是在中国的工作上 我不是很不一样的,我认为,我认为,它是有些人的图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 我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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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知道,可能会有很多玩意的,或者在任何其他媒体的媒体 I mean to me I mean okay I see a bit more like social activism than art very very important issue I mean this is another social issue so I think definitely fits fits in the context of this this venue and this event the yeah I say I mean very very gutsy of the women actually going out and and displaying themselves and raising the issue in such a way so you said I mean people have been arrested and but eventually released again so this is there any any wider discussion happening online or is the government addressing this in any any way governments is saying defending feminism is not the excuse for you to go on to the street I think that's the official response we have ever gotten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I personally I don't consider myself as as a activist and that's why I I think I asked everyone at the beginning anybody consider themselves as feminist but when you do something like very similar to this then you're labeled as a feminist but you're also labeled as a protester I think that's how things works in China yeah j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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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more thing because I mean from the little I know about Chinese history and recent recent modern modern time history I mean communists were very much propagating equality between the sexes right I mean so that was kind of that the mantra I mean women in the same workplace as men kind of on equal terms working side by side kind of having equal rights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and so is China China going back on on this kind of achievement or any other questions or yeah your ermudite adde countries I think good till 政府本身的問題是一方面 基本上是不想有任何抗議 她之前忍了很久 是因為這班人都是說他們做行為藝術 他們不是說做抗議 但是漸漸地特別是 3月7日那天 有一個其中一位被抓的女士 說在3月8日國際婦女節那天 我們每一個人拿一張紙上公車 說不要有性騷擾 她就被抓了 把整件女權的議題 變成了一個國家安全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這個本身是一個很荒謬的問題 但是用這種理念 當你再反射到她現在很多在中國的一個女性的處境 你就會發覺這件事其實是接觸到她很多根本性的問題 譬如說求學 譬如說就業 在中國很難你是因為一個家暴的議題 是會被抓上法庭 在任何地方受到性騷擾這件事 更加不會是一個警方或者公權利會介入的事件 更加不需要說性少數或者性工作者 他們有任何的權益 但是我覺得如果要說這個社會議題的話 我們是有很多的方面可以談的 但是我有興趣聽到你剛才說的這件事就是 你覺得這件事更加是像社會運動 而不像藝術的創造 就這件事我其實是想聽聽各位 不認為這個 怎麼說 認為這個是社會議題的 Can I see a show of hands 就是認為這個是社會議題的問題 舉一下手 如果認為這個是影像製造的 我也想看看 請你嘗試一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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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个 你那个 activist 那个 title if you want to it's quite a strong thing so your image should be quite strong as well to go with what you want to say 你说那个 artist image do more do more not enough good 好,有其他評論嗎? 因為我知道有幾位我認識的朋友 所以我不想問他們 因為基本上我知道他們的心裡是怎麼想的 我想問問那些,我沒有見過的 先生,我剛才看到你舉手,你認為就是你 我看過他上來 你又認為這是影像製造 我想聽聽你的看法 有影響的影響 尤其是在中國的城市 正在這種行為 不用說像這樣 我認為他有影響 社會議題肯定是 反而我有一個想法 就是究竟這些行動 是基於社會有這個 就是這個社會的issue出來的 那 我好奇一個問題就是 究竟他這個 與社會的經濟演變有沒有關係 意思就是 究竟跟社會 中國的社會 經濟越來越 所謂好 對女性的 這些行為 在社會上來說 究竟以前是不是沒有這麼厲害 還是一直都是 我自己覺得這件事是 你必須要承認 資本主義 或者是資本帶來的 這個經濟開放 和經濟自由 是令到有些聲音 它是已經蓋不住的 那你就算是新浪微博 它是一個 推特的替代品 但是它始終都是會令到很多的視覺影像出來 而這個令爲開拓的這個虛禮的空間 就成為了他們發聲的一個途徑 所以只有這個地方可以發出來 而當然 他們是去到人流最旺的地方來做這個抗議 但是當時整個上海是不讓報道的 反而其他省市是有報道這件事情 而且這個影像一旦出來之後 就完全很快地 就變成一個全國的新聞 後來被BBC和經濟學人廣泛報道 那我覺得 其實 那個意思是說 關於女性在社會上的地位 就是好像共產主義說 就是共產主義是說男女平等的 那究竟是不是其實是 它現在已經沒有這麼共產主義了 所以才有這個對女性歧視多了呢 其實以前是好一點的 就是我沒有結論 但是我好奇這個問題 因為如果以前沒有這麼厲害的話 那相對以前的人 就不需要用這種行為去抗議了 我不知道 但是 這個呢 我覺得是需要回答一下 其實 共產黨在解放了 用這個詞 解放 或者1949年之後 它引入了社會主義制度之後 其實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政策 就是同工同酬 同工同酬 是從一個根本上 它其實是在經濟上 它的確是改變了女性的一個地位 但是呢 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 一樣的事情 它做到 但是在很多方面 你會看到 它其實那個歧視是無處不在的 當然 我這些專門做行動的朋友 他們有更清晰的一些解答 但是有幾個很簡單的 第一 在中國 女性的退休年齡 是一定要早於男性五年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就是 在中國 我不知道在香港 或者其他華人地區 有沒有這樣的法例 就是當你是強姦幼女的時候 只要你可以證明 幼女是發生性交易的話 你兩年 最多判斤是兩年 在任何的情況下 如果你是有這個能力 是證實到 你是和這個幼女 是有一個經濟上的交換 你送了禮物給她 你給了糖給她吃 都是可以qualify for這個交易 而完全忘記了 你是和一個未成年的少女發生性關係 這是一樣的 但是有很多議題 不僅僅限於女性 譬如說在中國 她是強姦沒有男性受害者 或者是非常難治罪 還有一個當然是非常有爭議的話題 前一陣子 我也有些學者的朋友在這裡 講到這件事 就是關於墮胎這件事 都知道 計劃生育是一個國策 但是 我覺得一個很嚴峻的問題就是 無論你是通過宗教也好 或者是通過一個國家機器也好 兩個這種權利 都是盡量去控制女性的身體 一方面是叫她不可以墮胎 一方面是叫她一定要墮胎 在這個問題之中 女性是沒有任何話語權的 這件事 你說是以前中國政府有 還是現在才有 計劃生育是70年代之後才開始有 但是強姦幼女的 基本上是從一早有法律到現在 很多人都要廢除這個法律 到現在都沒有廢除 有很多人說 有很多人說 應該要廢除這條法律 但是要廢除這條法律 那條路是非常漫長的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不知道共產主義究竟在性別方面 它取一個什麼樣的態度 因為它很煩 由來的話 其實如果你看回香港的話 香港以前是有這個丫鬟制 設施制 它是有這種制度的 那丫鬟基本上是公義化 就自動解決了這個問題 設施的話 當時我知道 本地的香港人 跟英國的當權者 說這是他們的傳統 還是怎樣 香港都有這個 新界遺產全男不全女的問題 我覺得這些問題 其實一早由來已經有 並不是說哪個制度 而是哪個制度 改變了它或者沒有改變它 令我驚訝的是 這些問題存留了多久 而這個整體 完全沒有做任何的事情 OK, I see 我不知道有沒有答到你的問題 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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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回答你的答案 我想這個 是要造成的 image 和藝圖 如果你看看 是一個方式的 提供架方式 等等 我會請你 請問 我認為 問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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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問題 問題 我只是問一下,這個行動會如何提供中國社會的問題, 而是中國社會的限制的對話? 這是非常好的問題。 究竟她有多少說到女性問題,還是自由表達的問題? 我覺得當然是兩者都有,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作品, 她是可以將很多的議題放在一個畫面上, 但是當我們看這個影像的時候, 為什麼我今天會花這個時間去講, 她最後這個影像的形成, 就是最後這個影像帶來了什麼? 是因為我覺得影像製造, 她跟普通的拍照有一個越來越不同的地方, 就是影像製造她的時間, 她發生的時間性地點, 以及她以這個影像所發生的一系列公共行為, 或者是參與行為, 而這個她很多時候是一個無形的, 或者我們叫做intangible的一個過程, 但是最後可能她集中到一個影像上面, 而無論是影像製造者, 又或者是我們作為一個觀眾, 我們的閱讀者, 我們其實是提出了更加高的要求, 影像製造的話, 你已經不可以只是去拍照這麼簡單, 很簡單, 就是Wing Foundation這幾屆的獲長者, 或者是入圍者, 你都看到他們在影像製造方面, 他們當地性、時間性, 以及她發生的那種行為, 其實是很關鍵的, 對於最後他們是否是入圍, 回到剛才的問題, 就是有多少是關於自由表達, 以及有多少是關於女性在中國的地位, 我覺得這兩者是感密相關的, 但是剛好這個作品是有表達到兩種, 這兩個議題其實也是有表達到的, 但是好像這位朋友說, 覺得好像不夠, 夠不夠這件事呢? 我自己回應一下, 經常有時候有人說, 夠不夠藝術, 或者是一個作品夠不夠好, 我發覺, 關於藝術的那一個問題, 我自己已經很難去回答, 很多時候我覺得, 我自己沒有辦法說, 誰是誰的作品, 是藝術, 或者不是藝術, 我只可以說, 我喜歡這個作品, 或者我不喜歡這個作品, 因為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去說, 究竟是藝術, 但是當我看到那時, 我想你會知道,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一個挺難的位置, 其實之前有好幾個人問過我這個問題, 這個我沒有答案, 有個, OK, 我想問一件事, 其實很多這些行動, 由他變成一個圖像之前, 其實是一個現行動, 而其實這些所謂的活動, 或者一個抗議, 其實最重要是, 在現場, 他怎樣去面對一個處境, 然後去提出一個訴求, 我這樣理解, 但是把它變成一個圖像的時候, 很多時候, 比如說, 你可以說話, 變成一個圖像, 可以多些人去看到, 比如你放在網上, 有很多人看到, 但是在現場的時候, 其實同時間, 有些東西變成一個圖像的時候, 可能會沒有了, 比如看不到, 當時的情況是怎樣, 或者人們有什麼交流, 那你怎樣去看這件事, 想清究一下? 現場有沒有答案? 我們這麼多影像製造的朋友都在這裡, OK, Stanley 我試圖回應你那個, 因為我是參與者, 影像製造者的角色, 和大眾, 或者那件事本身的關係, 當然不是這麼嚴峻的一個, 這麼political situation, 不過發生在我身上, 參與了一件事, 每個過程都有跟這件事相關的話題, 有一次, 有一次, 因為2007年, 回歸10年的時候, 拆展人, 希望一班藝術家, 做一個展覽, 關於protest, 香港的, 很Hit的一個, 很Phenomenon, 一個遊行, 但是, 強調各影像的藝術人, 是不可以, 或者不希望, 是用documentary type, 希望有個視野, 有你的觀點, 他講這個, 你心目中的遊行, 當然, 他招請我的時候, 他招致我每年遊行, 我已經, 無數無數的documentary, 但是, 當我要回答這個, 展覽的要求的時候, 我想想, 我對, 遊行的, 我看法怎樣, 其實我直接, 馬上去到, 我是, 很介意, 過激的遊行, 過激的表達, 其實對我來說, 沒有result, 沒有一個sustainable的, 一個 further的, 一個next step, 那我就沿著這個想法, 我第一步, 剪輯我的image的時候, 我將我曾經拍過的documentary, manipulate 照片, 擦走所有, 示威 banner 上面的字, 叫做無言抗議, 就叫speechness, 那次展覽出來, 大部分人都很buy這個, 這是一個挺好的expression, 抗議, 一個溫和, 又 further step, 一個好 gesture, 也有人challenge, Stanley, 你有問過那些人, 你manipulate, 擦走了別人本來, 真是現實那件事, 過了這個階段, 往後, 第二個階段就是, 既然這個logic, 我有想法, 我就親自去做, 往後這麼多年的遊行, 我都是親自參與, 用我太太, 或者我拍我太太, 就繼續去那些, 這個都不是最重要的, 我想說的就是, 有一年, 終於, 我都是這樣, 在現場的時候, 我看到一大班人, 都是, 我用眼花看錯, 其實他全部, Banner 全部都是白色, 什麼都沒有, 就, 在我這個方面走過來, 我停下來, 我想看看發生什麼事, 其實他來到的時候, 他說, 有一部分是文化人, 藝術人來的, Stanley, 我知道這個, 你這個做法很正確, 我們就是這樣做, 到那一刻, 我覺得, 其實我是不是一個藝人, 我是不是一個 image maker, 也不是很重要, 其實, 事情本身, 是有一個滲透, 或者是有人認同, 回應他, 剛才你說張照亮亮, I don't care, 那件事本身是, 是凌駕了, 我本身, 那個image本身, 當然image強不強, 也都是, 會不會多些人感染到的, next step, 就是剛才你說的, 但是我覺得整件事, 是這麼多個party, 一個很organic的growth, 沒有辦法達得這麼好, 我覺得, 我自己很感激, 我其實是有這個機會, 來參加這個活動, 做評審, 還有, 好像我一開始說, 沒有答案, 沒有結論的, 但是有一件事, 我一定要說, 藝術家的自由創作, 是永遠都要被尊重的, 很多時候, 藝術家做的事情, 或者在當時, 是被視為不治, 或者是, 甚至乎是nunpolitical, 但是其實, 你再看那時候, 可能那件事, 又變得很political, 有時候, 很多藝術家, 一開始說, 他們的事情是很political, 針對現在的狀態, 但是其實, 你再看那件事, 其實是很嘩中取寵的, 所以, 很多東西都有, 但無論怎樣, 首先, 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覺得就是, 藝術家的創作自由, 它的創作方式, 是一定要得到尊重, 這件事, 是一個, 是我自己很相信的東西, 很感謝, 很感謝各位,